那天空变得凄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熄了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扮一起跳 才能放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黑暗的天空变得凄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总监 水洗拥抱提送 入股之流 升盒 内 Δ 南无常驻四方佛 南无常驻四方法 南无常驻四方身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Um摩尼摩尼 摩尼摩尼 摩尼摩尼 沙哈 南无耀师流离光如来 天亚他 On 贵庾贼 贵庾贼 Mahabekanji Rangza Samokade 说哈 Namu Amitabhu Om Amideva-se Namu大悲观世音菩萨 Om Mani Benme-hon-se Namu大愿地藏王菩萨 Om Chin-se-raza-hung 诸尊菩萨 摩赫萨 历来祖师 感谦仁波切 慈悲加持 一心感恩 护法善神 加持法慧 我为父母有情 受苦众生 广修功德 远离苦得乐 同诚佛道 同诚佛道 好 请方长 就像刚刚讲 大家 深 口 意 怎么专心 这是最重要的修行 因为人世间的一切 都是苦的 就像各位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铺团上 等下脚会痠 腰会痠 这个叫坐也痛 站也痛 躺也痛 这个世间 凡是一切 都是不稳定的 如果我们的内心 跟随了这些变化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如何在变化当中 找到一个不变化的真理 这个非常重要 什么叫世间呢 世间的一切就是变化无常 叫生生灭灭 什么叫出世间呢 那就是佛法的重点 对这些变化无常 内心完全的接受 就是安住在这个生灭里面 那你内心就平静了 当然 有时候各位来拜佛 我妈妈生病 我一直拜 希望她好一点 当然这是一个世间的快乐 但是究竟来讲 她最后还是会老啊 病啊 死啊 所以 对她最大的功德 是内心能够了解这个 但是在 世间的善法 希望她健康 但是呢 更希望她心理健康 就算她这次病好了 她将来还是要面对生病死亡 离开的 离开她所爱的家人家庭 希望她心里不要生病 这个就是要事法门 要事法门 究竟的修行 是要让我们内心 没有这个邪见 就是贪嗔痴了 分别性 这才是究竟解脱的方法 那阿弥陀佛法门呢 就干脆直接拉进去极乐世界 就好了 因为你在这个世间 你没有办法修行的话 你一直在这个世间 安住不了自己的空性 不退大悲心 那你就暂时放下 不是放弃 先到极乐世界去 正的空性 不退转 再来吧 那是这个道理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意念主 那是为了达到这种 所谓的智慧跟慈悲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齐请三宝 鼎礼三宝 供养三宝 祈求三宝的加持 不然的话 我们这个脆弱的心呢 还是时时刻刻在被影响着 所以进了佛堂 那第一件要说的 就是我们会按照 你讲来 一者理尽诸佛 消除我们 二者称赞如来 净化口业 三者广修供养 消除千贪 四者忏悔业障 消除瞠慧 五者隨喜功德 消除忌ド 六者,請轉法輪,消除愚痴。七者,請佛注釋,體悟無常。八者,誠隨佛學。十見教法。九者,橫順眾生。 修持大悲。十者,普皆迴向。共享功德。 那我這樣念,一般沒有,一般就是禮敬諸佛稱讚如來。 但是我強調這個是說,我們禮敬諸佛的目的就是要除了對佛菩薩的信心感恩, 更重點是要升起常愚心,就要消除我們。 當我們現在條件不錯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我現在很幸福很快樂, 我比別人房子住的大,錢賺的多,車子開的好。 你往往會忘了,忘了這些東西都是變化無常的。 你身材越高,你將來腰就痛多一點。 所以,往往這個世間,就像你年輕越漂亮,你老了就更痛苦而已。 如果你年輕就黑黑的,老的還是黑黑的。 反正沒什麼感覺。 所以,反而你擁有更多的,位置爬得越高的人,就越怕摔下來。 所以,各位要,為什麼要怕? 因為有個我,這個慢,意思是說, 執著有一個我跟你這個分別。 我高你低,我白你黑。 就是個分別性。 那我們學佛就是要把這個我慢消除掉, 不然你就看不到你的佛性。 所以,拜佛是在拜自己的意思。 原來的自己是圓滿的佛。 但是因為我們的我慢分別性把它覆蓋住了。 所以,願諸佛佛菩薩的價值。 所以每次拜佛這樣一拜下去, 都要觀想佛,放光。 然後消除我們身口意的這些障礙、惡意。 讓我們看到自信。 再來叫稱讚如來。 不要稱讚世間的。 世間的東西是假的、虛幻的。 當然我們還是要柔軟與稱讚別人。 但是動機呢,是希望它找到更美的,有外而內。 但是在我們內心裡面, 各位要經常去讚嘆。 哎呀,本師釋迦牟尼佛,太慈悲了。 五濁惡事四限。 五百大願為眾生受苦。 太慈悲了。 所以,而且釋迦牟尼佛因地的本身故事。 各位如果,你去看過,太慈悲了。 太苦了。 但是如果不如此,它也沒辦法成佛。 甚至我們今天在所謂的末法,能夠親近佛法。 過去是佛陀都用祂的生命血肉不死給我們。 這是佛陀講的。 不然你在末法聽不到這個叫法。 所以,要這樣來,稱讚如來。 因為稱讚如來,我們要發起願成為如來的這種願力。 所以,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境界。 一切無有如佛者。 所以各位,老公帥還是佛陀帥? 對不對? 兒子好還是佛陀好? 你要回去跟他說啊。 。 那時候往往世間人都會覺得, 我現在家庭很好。 事業很好。 等等等等。 但是世間一切,各位要體悟。 都是不圓滿的。 有缺陷的。 不是世間沒有快樂。 是為什麼? 不究竟。 對不對? 不究竟。 現在給你一個短暫的快樂。 再來,痛苦就跟著就來了。 所有快樂的開始都是痛苦的開始。 所有快樂的因更是痛苦的因。 這個世間真是如此。 所以當然我這樣說, 各位,你在禮拜也不要拜得太。 一直有禮敬諸佛。 那你要去問自己, 我為什麼要拜佛? 拜佛的動機目的在哪裡? 如果你不如此了, 你往往會被佛教的外表假象鎖。 我們叫佛門老油條。 就是拜佛,在佛教久了, 就忘了他在幹嘛。 這個老油條是什麼意思? 就很難吃很難搞的人。 所以,因為他在佛門太久了。 他沒有去思維、去進步的時候, 很難溝通。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各位要覺得說, 今天你來醫院是來開刀急診的。 等一下醫服, 醫生脫光。 脫光幹嘛? 我檢查。 給你開刀打針。 那個時候你要這樣想, 那我是要來求禮苦了。 這個時候有什麼? 面子可言, 至尊可言。 所以我們中國人很喜歡言師出高徒。 師父要凶, 弟子還有出頭的一天。 只是現在師父像舞女一樣, 陪大家跳舞, 吃飯。 陪他後來都還數了。 因為不敢太兇。 太兇,沒人來。 太兇,也沒錢。 所以這個叫末法。 因為我們對師父乃至對上司的信心不夠。 然後當然又看不到他的優點, 就會這樣了。 當然在末法要成為一個圓滿的修行者, 很困難的。 所以我師父說, 修行啊, 不要看到優點。 只要看不到缺點, 就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 一定要隨時去盯住自己。 所以佛這麼圓滿, 成長如來。 我這麼渺小, 這麼不清靜。 所以有時候, 我師父上會說, 當你用佛法去跟別人談的時候, 先看看你自己心口如一嗎? 有沒有按照這樣做。 如果沒有, 你不要講。 因為越講, 別人越討厭你。 為什麼? 因為你做的跟說的不一樣。 這一點很痛苦的。 欸! 你要慈悲啊! 你講那個話就很不慈悲。 為什麼? 所以因為你那個臉神, 口氣就很不慈悲。 你怎麼叫我慈悲呢? 所以, 要這樣的去回光煩躁。 所以, 對外的所做的一切, 都要記得對內。 所以佛教裡面叫禪。 它是一種, 佛教的修行就是兩個字。 正見與正行。 所以你要有正確的知見。 我為什麼要拜佛? 我為什麼要供養? 所以, 當你知道了以後, 你要去實見, 叫行為。 所以, 以緣起無我的空性正見, 而行不害眾生的大悲行為。 這是佛教的整個修行。 空性與慈悲。 在這一點, 有時候你覺得, 哎呦, 我肚子痛。 那就離開正見了。 請問, 哪有我啊? 所以, 古時候的禪師, 如果你想, 哎呦, 師父, 我肚子痛。 他就踹你肚子一下。 哪有肚子? 頭痛? 哪有頭? 他是用這種, 因為古時候修行更嚴。 因為古時候不像現在, 各位開個車就來了。 你要走好幾個月到山上, 然後又花了很多的時間金錢。 你難得來了, 你還在這邊講那些次要的東西。 他要你一針見血。 所以, 在這一點, 我師父也跟我說, 現在要找真修行的人太少了。 師父反而就像, 開餐廳一樣要對他好一點。 不然他會跑掉。 所以, 因為這樣, 他就沒辦法看到自己的內心的層次。 但是也因為如此, 修行人更要慈悲。 當你的眼睛很利, 可以看出別人的優缺點的時候, 如果你悲心不夠, 那真的是傷害別人。 你講話, 就會帶著一個不好的口氣, 苛刻地去批評別人。 這個是最危險的。 寧可你是個瞎子, 但是也不要失去慈悲性。 但是如果你看得很清楚, 卻去批評他, 對立他, 而沒有生起包容的慈悲。 那就是很可惜的事情。 好, 那首先, 因為各位最好養成一個習慣, 每天都要這樣。 上共三保。 圓滿菩提心。 下師有情。 圓滿大悲心。 那這個就是佛教在修行的,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 當你很認真地去慈悲菩提心的時候, 你就是最容易安住在, 無我空性智慧的方法。 當你對諸佛菩薩的虔誠的時候, 佛加持你。 當你對眾生顯現慈悲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自信。 所以念一下, 顯現慈悲, 極見如來。 所以你開始去為眾生想。 所以上共是為了下師。 下師是為了上共。 什麼意思? 我們供養諸佛, 是為了佛菩薩, 願意加持, 願大家消災, 願大家拔肚, 脫離痛苦。 那我們慈悲友情是為了上共。 佛啊, 我來慈悲友情。 佛最高興了。 慈悲為最第一供養。 慈悲名為供養, 十方諸佛。 我們很圓滿地去做這些的時候, 那你那個時候就完全比較容易無我。 因為追求了佛的智慧, 追求了如何讓眾生離苦, 那個時候是進入空性最容易的方法。 而不是說不要修, 就是你做著這個時候, 你去思維的時候, 很容易就走對路了, 因為動機正確。 那你所研究的金剛精, 所研究的中關大圓滿, 就很容易正確。 不然很多人在研究空性禪的時候呢, 就變成冷酷無情挑剔。 所以台灣有一位大德就講說, 這個世界沒有禪師。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現在的人都是研究學術而已啦。 講空的人都不空。 講禪的人都不禪。 這是提醒我們。 那事實上我以前聽了, 後來我出家, 現在將近三十年, 我發現還真是如此啊。 所以有些人很喜歡講禪, 講了半天, 真的是很煩惱耶。 所以因為他一點都不自在, 不放下。 那當然這也不能怪他, 因為這個末法, 末法就是, 就像各位開車前面有物啊, 看不到路啊。 大家猛開就對了。 因為到底誰對誰錯, 現在已經沒有真理可言了。 報紙說一, 事實也不是一,對不對? 因為我們都沒辦法了解真相是什麼。 偏偏佛教是瞭解真相的。 念一下, 行生般若波羅蜜多時。 行生般若波羅蜜多時。 這一句話是整個修行的重點。 你必須實修, 甚深唯妙, 看到真相, 而離苦得樂, 承辦一切的智慧。 而且實就是, ing, 你要保持正在進行事。 你要保持警覺性。 修行是沒有休息的那一天。 就像一個媽媽說, 兒子光病好了, 女兒又生病。 女兒生病了以後, 老公也病。 全部三個病好了, 換你生病。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穩定的東西。 唯一的穩定, 是你內心穩定, 去接受這些不可思議的變化。 真是如此。 如果你認為修行是讓這個痛停止, 那是不可能。 這個痛, 只要你活著, 永遠在。 只要有生命, 都在痛苦。 所以, 修悲心的人, 他知道, 只要有眾生, 就有痛苦。 所以, 他的悲心是最大的, 叫大慈大悲。 所以, 這個成為他的生命, 而不是說, 停止痛苦。 如果這個世間沒有痛苦, 他就不需要大慈大悲。 那各位要不斷地去思維這個道理。 請大家翻到十貢的衣鬼, 我們來大家虔誠地做十種供養。 紅色地翻到第四頁。 那做十貢養, 各位要, 當我們念誦這個祭誦的時候, 心燃五分, 普遍十方。 那各位要, 真實觀想, 不要光嘴巴念。 然後呢, 按照這樣去觀想, 香焉童子, 那你要變成香焉童子, 佛陀的過去是, 馬上從點香, 體悟變化無常。 這個香一點燃, 就必須消滅。 香是因緣合合的。 而且, 每一個人聞到香味, 鼻子都光亮起來, 就像看到美女帥哥眼睛會亮起來一樣, 鼻觀妙嵐亮。 所以點香的人, 將來鼻子靈敏莊嚴。 所以, 然後這個香煙鳥鳥, 哇, 就像那個銳矮放香光, 黃昏好美啊。 在空中, 然後, 這樣子的真誠的香, 體悟無常的大悲香, 持戒的圓滿的五分戒香, 才是足以供養佛。 所以我想我們要去供養如來, 大家都會準備到最圓滿。 那你要按照這樣念。 再來念嗡阿亨。 念一下, 清淨, 無量, 轉化, 它就會最清淨。 而且, 這個香不是一隻香, 是整個世界都變成甘露香。 而且這些香的功德, 就轉化到眾生, 叫亨, 叫亨, 所以各位要用心, 修行之內要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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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然後每一個環節, 講過一次, 不要再讓別人講你第二次。 因為講你第三次的時候, 你就要被砍透了。 因為這是佛講的, 佛講的道理。 就是說你要有那個決心, 然後這樣你才有進步的空間。 然後, 前面這麼莊嚴, 來, 一心齊傾, 諸佛菩薩, 降臨法會。 你要這樣觀想, 火為父母眾生, 做大供養。 這個叫悲心。 然後站在我們中間的這個就是一種空性。 所以永遠記住, 在背下, 對上的菩提心。 對下的大悲心。 因無所住的空性。 你是那個連接點, 如果沒有你, 沒有眾生可以得到, 不是的功德。 所以一個佛教徒活在這個世界上, 太重要了。 哪怕全美國三億多人, 只有你一個人在學佛, 這個光超過百千萬太陽的光給他們。 因為你這個連接點抓住。 所以你就知道你活得有多重要。 你如果了解這個重要性, 你不得不安住在空性裡面。 這種認真、全面、多元化的空性。 不然沒有辦法把佛的圓滿的菩提來幫助對方。 所以隨時有人在受苦。 那這樣來上供下施。 所以這個香代表戒。 從人天福報解脫到菩薩的戒。 然後馬上把這個功德當怨眾生的包含, 三二道就可以超度了。 六道友情同享功德, 願他們心神安寧,身體潔淨。 在惡鬼道馬上潔淨。 在動物道也潔淨。 在地獄道也潔淨。 他就脫離了他們的痛苦的身體。 三頁清淨,沒頁障了。 而且多聞妙法。 所以你先生懶得聞佛法。 你一定要幫他多點檀香。 最好的香。 他就會造成他喜歡聽佛法。 當怨眾生。 這個是個下施。 這麼努力。 而且各位等一下唱大聲一點。 好不好。 禮拜天嘛。 人家做禮拜,我們也要唱大聲一點。 然後呢。 這個唱大聲很重要。 對你來講是一種願力。 悲心。 有些人我們在唱他都不唱。 你來幹嘛? 精神憂鬱。 他也不唱,也沒表情。 你來美國要學學美國人。 各個演戲表情豐富。 你叫華人去一一演。 你看他臉都怪怪的。 因為比較我質吧。 所以各位要學習融入。 南無就是絕對的融入。 融入在本師釋迦牟尼佛。 融入在觀音菩薩。 融入在空性。 你要這樣很認真地融入。 好不好。 希望各位今天回去以後, 你家裡人說,天啊! 你放光啊! 你只會別一個人, 融入在乏系充滿裡面。 而不是憂鬱啊。 謝謝人啊。 愛罵人啊。 因為你還要真的要吃藥了。 所以各位要完全地融入。 好。 希望各位從今天開始每天早上 就在你家裡自己小小的佛像 或是佛經面前做一次供養。 然後呢你念了差不多一兩個禮拜 你就背下來了。 然後背下來以後, 你就很容易這樣慢慢念慢慢觀想 也慢慢去祈福上供下使。 所以然後你就具足不可思議的資良功德 很好的心情。 因為你時時刻刻在供養的三寶 在意念的也幫助了六道眾生。 就像你今天早上要去上班 除了中了頭獎, 你看你去上班多快樂。 你跟老闆說,你可以不用我了。 因為我比你還要有錢啊。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讓別人覺得 你就是要中了頭彩一樣。 念一下,心在極樂。 自然,愛殺眾生。 當你內心在這種圓滿的狀態的時候 你對別人只有愛,只有關懷。 別人再傷害你都不會生氣, 因為你心在極樂。 當你心情不好你才會罵人,了解嗎? 罵人不要惹我。 因為我今天心情不好。 所以為什麼你要幫助眾生 你一定要先淨化自己。 你不能約束自己,你就失去幫助眾生人 因為你心情不好。 所以一個生病的老和尚到醫院的時候 他不再關心自己,等一下會要不要把關,要不要開刀。 他想說,哎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老和尚早都忘了他生病了。 那叫修行人。 他只想關心別人,他根本忘了自己。 因為他內心,人到醫院幹嘛? 我可以幫助別人呢?我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忘了自己的生病了。 各位要如此。 所以曾經有一個故事,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有兩個年輕人從小離鄉背井去外國賺錢。 終於到了中老年了。 他想說,哎呀!賺這麼多錢了。 我要回家了。 把這個錢帶回家鄉給家庭。 那他們兩個一起走的時候, 走到一個大碼頭的時候, 碰到一個算命的人。 那個算命很準的,很多人在排隊。 那個算命看他們兩個,來,來,來, 你們兩個來,你們兩個來。 不用收錢,你們優先。 我們兩個很高興。為什麼? 因為那個老修行說, 你們兩個七天以後就要死了。 我不能跟你收錢。 我只是跟你說啊。 哇!這下完了。 他們一輩子這麼努力,賺了這麼多錢, 要上船了。居然聽了這句話。 然後一個人就開始,哎呀! 哎呀! 就每天在那邊嘆氣,七天、五天、六天, 等他到了家鄉的時候。 那一天講完他就斷氣了。 另外一個人想說,啊! 七天就要死了,那我賺那麼多錢幹嘛? 哎呀!趕快去幫助別人嘛! 結果他們每天去幫助別人, 忙了好幾個七天都還不死。 因為他內心想到的是積極的想法, 而不是一個消極的想法。 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時時刻刻告訴自己, 就像我現在醫生說,你躺在醫院大概三天就差不多了。 呦!三天喔! 一句阿彌陀佛我可以度五量眾生。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可以念到斷氣耶! 以後我要把握生命的最後一秒。 所以有一句話, 就算佛陀生命只剩下幾秒鐘, 他都還在利益眾生。 這個叫念佛。 佛陀的心, 所以在背次轉凡心為佛心。 以佛心為己心。 以善供來下施。 對,我們剛剛以對諸佛菩薩的施供養, 來讓惡鬼道痛苦的眾生快樂, 他們會不會超度啊? 就這個意思。 所以現在很多人到醫院去唱歌給他們聽, 聽一隻很溫暖的狗去跟那個搖尾巴, 那心情就好起來。 心情好起來, 病就好起來。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啊, 那各位你也要激發你自己的佛性。 激發你自己的佛性就是在你做上功下施, 不離開菩提心的時候, 那你這種生命的力量就出來了。 哪怕你現在身體正在得癌症的時候啊, 你的力量還是起來。 所以我跟各位做證明, 我真的碰到很多得癌症, 而往生甚至老和尚。 但是他內心裡面對佛法的信心的時候, 他完全讓你感受不到他身體的痛苦。 因為他積極地在想著, 我生命這幾秒鐘, 我趕快多幫人家念佛, 或是還勸我。 我也是在大陸碰到一位九十歲的老和尚, 在佛州還佛州, 然後他們跟我說老和尚是會上啊, 聽說醫生他講他得癌症快死了, 要我去拜拜他, 那我就趕快去啊。 那老和尚說,好,明天我去參加你法會。 老和尚很積極,隔天就來了, 大家撐住,他一上台, 大家要發菩提心啊! 他年快死了,都還在講這個。 他從來不敢人家講說他生病, 他也認為這個正常。 他如果活到九十歲,佛陀都還回到八十歲而已。 所以對他來講, 他這種積極的人生病魔, 只是消消業障而已。 怨待眾生受苦, 對他來講,沒什麼。 所以他不會怨恨而死。 快樂的往生, 也必定喪品往生極樂世界, 因為他懷著菩提心。 所以我這樣說的意思是, 各位要經常享受諸佛的歡喜, 善供。 然後這樣子供養的歡喜, 心去對待每一個人。 就像當然, 你直接去慈悲也可以享受歡喜。 哦!往生啊,去施死啊, 去幫助窮人啊。 快不快樂? 非常的快樂、非常的有力量。 我很擔心很多佛教徒每天都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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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還沒念完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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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所以然後每天苦的要死啊, 一堆悲劇啊。 並不是說錯, 而是說你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利益眾生可以。 要把这个积极的力量 展现在你的生命力上面 不要告诉人家你是佛教徒 在菩萨界有这样说 因为如果告诉人家说 你是菩萨界的 那别人就用菩萨的尺度来要求你 你反而容易伤害到别人 别人会说你哪里啊 你是菩萨还在吃肉呢菩萨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标准的菩萨 那你要把各种的戒律行为 做得很好 所以勇于跟众生说 我对你发菩提心 让别人来看你 就像一个公众人物 一个政治人物 他是被所有人的眼光在盯着的 这样你也比较容易成就 这就是我们出家的意义啊 老实说你喜欢穿的这个奇装衣服 你要准备好 就像各位义工喜欢穿义工的衣服 所以你穿义工的衣服 你就代表发 你的任何一个眼神行为动作 都是在代表真理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要给人家这个标志 就像我们拿着佛珠一样 时时刻刻告诉人家说 我在念佛念法念身 保持空性的状态 保持慈悲的状态 然后所以看到 为什么戴佛珠功德很大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要念不空摩尼供养咒 这个时候更要大欢喜 念一下大欢喜 大超度 大智慧 这个时候所有诸佛菩萨欢喜 所有众生得到佛的加持离苦啊 你自己也在这种大光明的智慧状态啊 然后再念咒 所以念咒各位一定要很认真 有时候我都劝人家 你要么就不要念 要念一个字都要很认真 阿弥陀佛 我要离苦 我要超度众生 我要成佛 我要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要这样念 你要很认真 再经不再多 所以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没有问题你只要十个念头就OK 就算你很难死念十句阿弥陀佛 就往生净土 他讲的是经不再多 所以同样的各位在持作物也好 修仪轨 你要修今天你修度母仪轨 那你就要圆满度母的任务 可以我就是度母 我在救苦救难 看到众生我就掉眼泪 我要帮助众生脱离轮回 脱离身心各种的痛苦度大泪 所以这个宙是一种愿 而不是一种声音 Om Ma Ni Be Mi Ho 我要让所有六道众生 转化他们的贪嗔之慢疑 六道的恶业 转化他们的烦心 为菩提心 Om Ma Ni Be Mi Ho 你要很认真 你千万不要求 我念了多少遍 我得到什么感应 所以不然你就会卡在那个地方 我们讲的是转化对方 就像这个人已经快没呼吸了 念咒子 这个人快断气了 赶快用那个氧气给他套在这边 念咒 这个氧气不要断 所以咒是一种愿 一种佛的心 总持诸佛菩萨的大悲心 Om Ma Ni Be Mi Ho 总持诸佛菩萨的大智慧 Om Ma Ni Be Mi Ho 你很强 所以在这个情况 那你要去了解 摩合波罗波罗密的大智慧 是什么意思 所以合起来就是Om Ma Ni Be Mi Ho 那你要对这个有所了解 所以那每一个字 你都这么认真 那我想一个人散散乱乱的念了几亿遍的佛号 跟一个人在灵命中得癌症最苦的 念十句佛号 哪一个功德大 当然你会说后面这个功德大于前面 因为他那个时候很认真 知道很苦 他想要脱离痛苦 如果这个苦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他就变成上品往生了 当我在最痛苦的时候 才知道生命多痛苦 妈 真痛苦 大家都不要痛苦 阿弥陀佛 他就变成上品往生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用悲心在念佛 所以假设就在我们佛堂 你要看到每一尊佛像祖师都放光了 因为你对他供养 而且你看到每一张牌位都放光了 因为他离苦了 这个叫缘起的证件 缘起无我的证件 各位要了解空性 原来空性不离外在的一切 跟外在的任何一切都产生的连结 这叫空性 所以有一句话叫 牵一法而动全身 这个意思了 所以佛教徒的一个念头 就会改变世界 事实上每个人的心都在参与整个世界的运作 所以这个世界就叫一个共业 万法唯心造 我们的心在牵动的世界 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烦恼心 一个消极的心态 因为你造成世界的烦恼 所以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好跟坏 是众生的心的共业 特别是人类 所以人类的心态 它是最锐利的 天界的人 天界的人 他们是在享受这种快乐的状态 所以他不爱去意念到别的 但是人往往想要快乐离开痛苦 所以人的智慧超过于天上 人的三种殊胜 所以我们修行怎么修 念下来 人格发展的圆满 把知识转为智慧 把感情化为慈悲 把自我意志 转为成佛的愿力 这个就是佛的特点 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那么人呢 人是超过天界 超过其他众生 人有知识 人有感情 人有意志 这样 所以做人最殊胜就在这个地方 那各位要把握做人的殊胜 感谢父母 给我们这个身体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知识 变成一种能力赚钱 赢过别人家的方法 但是现今的社会就是这样教育的 赢过别人 成为佼佼者 成为一个博士 所以对你可能会有伤害 因为你一直在竞争的状态 我想要赢过别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慈悲 超越别人的优越感 会伤害你的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送我小孩去读博士 我说你怎么不送到我 我这边来了 我送他去佛学院 他要去哪一个佛学院 我帮他安排 我这个人没有知识的 我都看这个人适合去哪里 我跟他沾沾浦 这个人适合女博 这个人适合在台湾 这个人适合去缅甸 我们在帮他找 让他从小就能够这样子的努力 成为一个能够服务世界社会的人 而不是要在世间法里面去追求第一的时候 你反而失去你自己 变成一个机械人 所以我在美国我发现有这个现象 人服从一法 变成人性没有了 法律至上 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国家一样的去 去告诉你对跟错 当然这样子好像看起来会很强大 因为人人人都有这个法的力量 但是呢 却变成一种保护自己 而不是为了对方 你一犯错他就可以下来骂你 这样可以 那这一点他把法放在前面 那我们中国人呢 适合修菩萨道 我们叫情理法 你送点东西给他OKOKOK 包点红包OKOK 这个正常哪里知道在抓贪污 如果在缅甸就正常了 缅甸你塞点红包给公务员 合理就好 因为你对师父是如此 对官员也是感恩 对爸爸妈妈也是感恩 他们认为是一样的 对爸爸妈妈要不要晒红包啊 这个要啊 我感恩啊正常 你不给红包 他觉得你很怪呢 你不了解我们缅甸人啊 所以他们的世界就是如此 他们没有所谈不贪污的问题 这样啊 合理就好 所以你以前到菲律宾尼泊 护照打开 不看你签证 你没有一块钱都已经 OK 过了 你不给 给你收收收收收 收哪一张起来 过关 你去尼泊菲律宾要出来 他一定把你包包拿来收 你最好放一块在上面 你不要放一百的 因为他抽不到一块 他只要抽一百的 那是你的出镜卡 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 他认为这个正常啊 取之以明 用以明 国家给我太少 我们就大家分开拿 当然我想在这一点 那你还是要去了解 因为你要度众生 你不能格格不入 谁顺对方 对方喜欢我送礼 我就送礼 对方喜欢我微笑 我就微笑 但是目的呢 无所求 只是希望对方解脱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认为 各位成为佛教徒 不懂世间法 不明为菩萨 世间人需要我们什么 你要用什么方法接触他 让他快乐 快乐以后呢 引导 引导 因为美国人很重视法 所以你给他讲道理 他会听得进去了 他可以超越宗教的 相信这个道理 然后等他这个法 入他的心以后 他就会慢慢改变 当然不是一下改变 但是各位你不能放弃 如果你放弃了对方 那你等于放弃了佛法 记住啊 放弃一个众生 就放弃整体的佛法 你不能不对非洲人给布施 所以你经常要想这个问题 我今天修行为非洲人 我今天修行为那些鲸鱼 只要报纸让你看到 今天有鲸鱼被杀 今天有 有鲸鱼被撞死 那一级一切 那你要对这个往生的鲸 发起一个悲心 为他修个法 这个叫随缘度众生 这样 而不是说你特别跑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我们所做的有限 当然希望哪一天你能够真的到地狱去度众生 所以有一位叫卡拉贡献 卡拉贡献的修行者 他是法愿的 我一定要有资格到地狱去度众生 结果他要死的时候掉眼泪啊 那土地物呢 说师父你怎么掉眼泪 我没看到地狱啊 我看到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怎么办 这也是因为他有这个悲心要帮助地狱 所以阿弥陀佛真身来接引他 让他将来有资格下地狱 阿弥陀佛要加持他到净土 有了空性不退转 再引导他去地狱 因为他的悲心 所以这个故事各位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一次有一位大佛佛啊 他用了黄金的杯子啊 在做水的布施 布施给恶鬼道 结果他们念老半天的时候 有一个鬼跑出来 拉玛念快一点哦 我们等一下要赶得去卡拉旺迁的地方 然后这个大佛佛说 我用黄金的杯子我对你们施施 你为什么要跑去什么叫卡拉旺迁啊 我听不懂啊 然后他就念完 然后就叫人家去调查卡拉旺迁 他用黄金卡拉旺迁用什么呢 为什么鬼都要跑到那边去 结果他去人家师父 那个卡拉旺迁是个穷和尚的 什么都没有啊 他是用一个核桃的壳子 装水的布施啊 但是他为什么这些鬼都跑到那边去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 后来他一问才知道啊 卡拉旺迁的土地说 我们师父每次想到鬼的苦就掉眼泪 他眼泪都掉到水里面去啊 所以所有的鬼都很喜欢卡拉旺迁 去到那边就可以超度啊 所以哎呀这位大佛佛在开悟啊 这就是卡拉旺迁 他想的是众生苦 他宁可下地狱 却到了极乐世界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做什么布施 并不在意说你准备了多少 你也讲 心是最好的庄严 所以我想 我想人家送你东西 你感受的是对方的心比较重要 而不是那些东西吧 那我想这些诸佛菩萨也好 这些冤心在主 什么叫冤心在主 你想什么他都知道 叫冤心在主 鬼就有一般的他心痛了 所以你要用心去对待你的冤心在主 多胎胎儿啊 现在你得癌症了很痛苦啊 这都是有冤心在主的 或者业你有虔诚的忏悔 而且虔诚的希望他离苦 那你就改变你 你帮助了对方就帮助了自己 而不是一种排斥他 我要把你超度了 你离开我了 甚至很多人说 师父我已经写牌位了 那我说你胎儿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你连他名字都背不起来 你还超度他 我登记在你们那边 我们那边又不是孤儿院 我说你的名字要把它记下来 天天为他上供下施 直到他成佛 而不是说超度了我轻松了 你一己一切 对一个胎儿是对所有的被杀的胎儿 念一下法慧功德 回向自古以来 世界各地 各种民主人类 所堕胎胎儿 流产胎儿 死亡夭折胎儿 同享功德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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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养成这个习惯 当你听到想到一个苦 那你要关心所有的苦 所以你要转繁心为佛心 转依为大悲心 依是执着 你要想的是所有所有的众生 所以有一个信徒给我说 师父我爸爸在生病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我会帮他回向 我们帮他写 帮他超度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爸爸的痛苦一直到死亡 是在跟你说法 如果你要超度 帮助你的爸爸 如果你能够体悟这个法 是对你爸爸最大的超度跟感恩 你知道 一直得到 就玄七主敬超胜 你爸爸事先病 可能将来会死 你能不能从这个体悟到生命的道理 生命的苦 跟苦的因 来净化这个苦 甚至以对你爸爸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病苦的老人 这就是你爸爸给你的法的教育 多好啊 而不是说一直去找医生 什么方法 找法师 然后你就不去体悟这个 生老病死的法 所以大部分我们出家人都是感受到所爱的人的苦而出家的 那佛陀更伟大 他是提悟到他们国家里面有老人病人死人的苦而发菩提心出家的 所以对周遭发生的一切 各位要去感受到他的苦 而且找出他苦的原因怎么帮助他 再来我们要开始下思 那希望大家每天都要上供 每天都要下思 也成为你的社会责任好不好 因为其他的民主不会做私事啊 而且明明孤魂野鬼那么多啊 那我们每天点一只香一杯水七颗米也好啊 我们今天前面都有准备啦 平常各位如果你家里有后花园啊 你最好能够用面、饭、粥 不用菜 面、饭、粥 只是加一个干净的水 如果要加一瓶一杯牛奶更好 就像五杯一样 这个五杯也代表把五种烦恼 转为五种大智慧一样 所以 然后中间如果能够点一个灯 代表极乐世界的光啊 透过食物的甘露 转化他们的五毒烦恼 愿他们的开智慧往生净土 然后你就做好以后 就放在外面的树下石头上 放完以后你再把它倒在石头上 一段时间那边的蚂蚁啊 那些野生动物也会吃掉啊 乃至如果你能够点香 就透过香的味道 这个香里面也是食物啦 然后呢 去上供下施 那我为什么要点三支呢 因为外面有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放一支 然后呢 后面放一支 然后寺庙外面门口要插一支 为什么 寺庙那个铁栏杆 那个都是画的那些咒语啊 他们都进不来的 所以我们都会 所以佛陀要叫我们放在旷野处 因为那些恶鬼道是进不来的 进得来都跟我们有缘才行 叫冤亲在主 然后进不来的在外面 所以你最好外面也放一支 然后这个是比较粗啦 你们可以买比较细的 也可以 然后呢 对他们做上供下施 请翻到二十四页 那既然要布施啦 那我们就招请他们更多来参加 让他们可以同享功德 所以我永远前面放一个地球 代表世界众生 对不对 后面是三宝 前面是众生 我们在中间很努力 在背词 菩提心 大悲心 空性 念佛 念法 念圣 那随时保持在这种正念 去利益众生 特别各位开公司 开店 如果你愿意在门口坐一下 你会发现最近什么生意好起来了 这个叫无鬼斑柴 你帮助那些众生 众生感谢你啊 所以华人有个习惯 门口稍稍精子 做做干露事实 点点像 这是个好习惯 甚至有人问我说 要不要烧金银子 最好烧一点 他们很喜欢 你不要那么苛刻 佛教徒 不要搞这一套 你不叫佛教徒 你不了解佛法 众生喜欢什么 你就给什么 冬天到了 门口给他摆一件衣服 多好啊 给你们穿 上面再写个福利 那些homeless就拿走了 你每天一件 太好了 先给无形众生 再给有缘众生 对不对 因为有缘只有一个啊 但是无形的是无两个 所以拿到一件衣服 你马上要到外面 轰啊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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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那些鬼都 阿门 这样 给你拜 哇 哪有这么好人呢 所以 但是重点是你的悲心吧 所以我想 中阴森很多都是吸味道的 所以你能够制造最好的香味 最好 现在 我那天他们买椰子 一包一块美金 哇 一包可以做很久耶 一点点粉 加上椰子粉 能冒出来 肚子饿啊 所以你要怎么制造香味 像各位在家里煮菜 那就是烟供 你在煮菜有个抽油烟机 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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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你的悲心啊 你说不好意思啊煮牛肉 先操肚子饿啊 但是那个味道很像的 如果你真的很懒很懒 所以今天还是会发给各位咒语啊 那你就把这个坏的咒语 把贴一张在你的 什么 白油烟 那个孔 对不对 但是这个咒语贴在上面 你要有个念头 说这个烟 透过佛菩萨加斯化为甘露 炒起来多香啊 自从那一天开始 你老公说 为什么你现在炒菜进步了啊 因为有悲心 那个菜就特别香啊 这个菜拿来上贡 又可以下市轰啊轰 轰啊轰 所以我每次都 跑到很多国家 他们在卖那个 玉米花的啦 或是在做什么特别香味 我都去那边念很久 给他贴一张 那是我的经销商啊 只要他们开业 所以我就咚啊咚再冒了再冒了 悲心骗一切粗啊 所以有水的地方 给它化为甘露 所以我到尼加拉瓜 大瀑布念了很久 那些水只要在它 都变成甘露 甚至你可以把 这些宝瓶啊 这些佛教的咒语 贴在那边 水只要在它都化为甘露 所以要把 例一下 把五浊二世 化为净土 庄严国土 成为净土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 利乐有情 庄严国土 所以要利乐有情 成为成熟有情 让众生脱离贪嗔痴 要把国土变成净土 那你走到哪里都一直要动 一直要动 所以每次我们到任何墓区 我们会贴在那边 金房放在那边 然后自己的寿记放在那边 寿记就是说 你把你的思想的愿力放在那边 所以那边 只要你在这边坐 那边就得得到 这个叫什么 连线作业 而且我又跟土地公皈依啊 这个墓园的土地公皈依啊 我在这边坐 他都得得到 所以每个地方你都要去跑 去跑 要骗一些处的去跑 去结缘 去跟他连线 那现在有电脑更方便了 所以各位以后你在电脑上面最好 每一个国家一直过去 你就坐在那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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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就一直一直 我那天去个越南寺庙 他们很厉害 越南寺庙一进去 后面超度排位 都是往生者的相片 对不对 哇密密麻麻 现在他们新的去摆布电脑 一秒钟出现一个新的往生者 我说那个后面的往生者 他轮很久才轮到他 这因为他是老寺庙 那个新的住室说 这样这个墙壁就干净了 问题他后面要排队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 各位六道轮回图 是让我们生起出力心 更让我们生起大悲心的 所以这个六道轮回图 可以变成 阿弥陀佛 六道众生 六种咒语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